今天我收到了一个七彩虹的CN600 Pro 这个硬盘之前在其他地方恢复过一次 但是没有成功 当事人告诉我说上家是干过一遍硬盘主控的 咱们先看一下电流 0.24 这个电流主控应该可以工作了 我们上级确认一下 现在这个硬盘短接 它是识别不到这个主控的 工具上面刷新都没有任何显示 刚才我又把硬盘的贴纸撕开看了一眼 这个主控它确实是被干过一遍的 旁边还残留了一些焊油 后面可能又用洗板水刷干净了 另外这个电源管理芯片应该也是被干过的 因为它目前只是主控无法识别到 所以不排除上家是没有把主控干好 或者这个主控它一开始就是本体损坏的 我们先把这个主控拆下来重置一遍球 看看它会不会有所改善 现在加热主控底下还会滋滋冒油的 再加一点吧 我终于知道这个主控它为什么无法识别了 之前极有可能是干联系了 这跟我刚才轻推应该没太大关系 因为它刚好是靠近接口这一端 也就是PCIe总线这里联系了 而我刚才推的是后面靠近颗粒这里 要连的话也是连后面 现在我们先把这个主控给它稍微清理一下 然后再给它刷一遍球 再把这个主控重新装回去 主控重新装过以后 上机还是识别不到啊 我们短接测试一下吧 短接识别是没问题的 现在有一个一兆的分区已经读出来了 证明这个主控目前还是好的 后面我又研究了一下这块主板的结构 突然想起高兴的事情 我发现这个电杆的位置 它居然用的是一个电阻 我记得之前贴片厂给我的配料表 有一种叫做省钱贴法 就是电杆位置直接贴电阻 当时我还嘲笑对方真的有这种贴法吗 是的没错 今天我真的遇到了 这种贴法虽然在短时间内不会出问题 但是随着硬盘使用时间变长 这里肯定是会伪掉的 毕竟颗粒它是需要不断进行纠错的 在纠错的同时再加上读写消耗的功率会变大 我们知道电杆有其中一项功能就是储能 高中物理有说到的 这里的电杆它就是起到一个储能的作用 相当于蓄水池 可是上面的蓄水池已经被拿掉了 这就像定时炸弹一样会发生什么后果 大家自己脑补 因此这种贴片方案它一点都不pro 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给它补一个电杆就好了呢 为了验证猜想 我们直接给它补一个大功率的电杆上去尝试一下 OK 现在我们再来试一遍 有反应了 好的 分区已经出来了 不过这两个分区变成了RAW格式 应该是分区表有损坏 待会再修理一下吧 另外我还留意了一下 它这一个盘居然还是报01的 上面这一个数值是77 不过厂商这种操作反过来思考 如果这时候硬盘已经开始出现大量纠错了 就证明颗粒可能快要不行了 通过电阻熔断的方式去硬件阻止用户读取里面的资料 从而给资料恢复 争取到宝贵的时间 这确实是一种非常Pro的做法 所以七彩虹给的这个Pro的称号 我觉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